6月儿童节不是快到了吗 有粉丝强来要求让我开上一款儿童显尾镜 今天他来了 先让我们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是送的标本 这还有一个说明书 像我这么聪明伶俐猜自过人人 根本就用不到说明书 然后这应该是个吸盘 然后这就是那个显尾镜 看它的颜值怎么样 接下来我们把电池给它装上 哎呦哎呦 啊我的发 啊 它反应了 拆东西 哎呦 这么感觉越来越像个手电筒啊 哦 这是个吸盘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要用的话 就把它吸到哪里就可以了 比如说吸到手机的 哦哦 这个是吸到手机上的 我们直接拿手机就可以拍了 哇那我告急啊 据商家比方说啊 这块显尾镜啊 它可以放大120倍 120倍是什么什么概念的 我也不知道啊 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啊 接下来打算 我们看点啥呢 看我的腿毛吧 我竟然没有腿毛 我的腿毛呢 看起来我这个腿毛啊 只有用这个显尾镜才能看得见啊 接下来我没有显尾镜看得不能看到啊 我发现了 什么玩意这是 我都发了啥玩意都看不见呢 看不到腿毛啊 哎呦 我摄了毛呢 我腿上就也没有腿毛哎 怎么晃晃晃晃晃的这玩意 这个显尾镜用起来怎么老是晃呢 眼都不好看 它能看到一天点但是不好用 这完全就是智商税 我跟你说兄弟们 不是我手机的问题 我也不是我晃的问题 就是我把手机啊 给它放上面之后啊 它就老是 就是好像 一会能看到一会看不到 然后我用眼睛贴上面看也是一样的 好像像单板一样的 自动对焦一样的 但是它对焦的速度真的很慢很慢 就是很晃 你很难就看成一个东西啊 就是我看了半天这个 腿毛啊和手毛 我觉得这个小孩要玩的话 很累的 我还是不建议去买这个东西 接下来我能看一下它指上的刺啊 怎么说呢 就好像你看 现在能看清楚吧 哎 又看不清楚又看不清楚了 哎 他就这样哎 一会能看清楚 一会看不清楚 但是你这个是手持的呀 你很难说拿到就不晃 然后这个东西 它还有一个就是不好的 就是这东西感觉太小了 我眼睛贴近也真的好难受 就是很累 你知道吧 然后你无法看 看不见 你看 然后我再贴近看 其实我你别看 现在我是用手机啊 但是其实我用肉眼的话也是这种 就是感觉它好像就像 就像那个单反向 就跟那个什么 自动对焦一样的 它有时候能对得上 有时候对不上 我觉得吧 我玩这个东西都很烦 如果说有点小孩玩的话 我觉得它都会 它都会 啊